温馨提示,我们又讲 TVB 不适合、不适合、不适合、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了名字,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手法有手慢无 网传,刑征日记开拍第二集 传,免得有,跟车太贴 近年很流行用销脑一次 其实很多时候是不销脑的 又或者销脑人人的范畴不同 对于飞天爷爷来说 综艺中的某些游戏环节才是销脑 例如娱乐大家 莫娅姐的Nisa Magic 我就比较销脑 至少要用脑去思考 如何推测答案 至于所谓的销脑劇 很多时候是不需要太过用脑去思考 一路看下去就会真相大白 问题是,你有没有一直认真地看下去 即是没有看又怎会明白呢? 所以很多时候观众说看不明白 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看 而不是看不明白 刑征日记收视 可以说是TVB收视最低的一套电视剧 幸好在内地的口碑和反应都不错 主要原因相信是内地经串流去看 即是观众把时间留给刑征日记 乖乖地坐定定看 所以问题就不太大 至于当中的原因或分析的话 可以重温《非天爷爷》一些旧节目 连结我放在今集的节目简介里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那几集节目 有观众有广告收入才有钱开拍 传了 男主角会换走王浩信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王浩信的角色很重要 到后期更加分裂到一个人格出来 阿Mac 没有了王浩信 还通不通呢? 又传了 男主角换上袁伟豪 袁伟豪在第一集都算是男主角 气氛很重 而且角色很重要 假如第二集的气氛再重一点 非天爷爷觉得 会不会有些像《沉默的羔羊》呢? 第一集的时候 袁伟豪一出场 已经令到观众怀疑 到底他是不是幕后黑手 是否就一直推测 到最后身份就揭终了 来到第二集 若果他真的变成了男主角 什么重非的话 到底他的作用是怎样呢? 会不会以嫌疑人的身份 协助调查另一宗案件呢? 又或者协助警方以专家身份 提供意见去调查另一宗原案呢? 最终的主脑 会不会又是他本人呢? 还是跟另一个疑犯斗智斗力呢? 当中会不会因为某些原因 误导警方 今天带出另一个故事 弊家伙 非天爷爷 又口行暖作故事了 不过 今次传闻最有话题的 相信是女主角王翠宇 王翠宇有一定的观众缘 他的IG粉丝人数 有121.5万 是宇宙级天团的三倍多 按照港媒的准则 王翠宇是宇宙级天后 不过演技有赞有弹 很两极 刑征日记每个角色都不容易做 假如真的用王翠宇的话 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过我对以上的都不担心 劇集始终是劇集 第一集 看不明白这三个字 令到收视直插到十点多 第二集 会否作出一些调教呢 还是每个人 好像幼稚园 有个名牌挂在身上跟着走 再不是画面 一直有个名字 跟着演员走来走去 即时解画 其实刑征日记 当日安排在九点半播出 按道理就过了吃饭时间 观众可以坐定看 不过 始终敌不过很多观众看电视的习惯 看漏了一幕 就跟不上就变成看不明白了 电视台要再拍这些所谓的销脑剧 看来最销脑的 是怎样令到观众看得明之余 又不用每次画公仔画出场 拍了一套有声的说明书 再说一次 以上都是全的 日后跟车太贴 都不关非天爷爷的事 因为我现在就下车了 可知你日后遇到七彩 好了,别怪我长期 再销多一次 有关刑征日记 或一些销脑剧的分析 为何看得明 为何看不明之余 有兴趣就浏览 非天爷爷以下旧节目 连结在今集的节目简介里 就可以找到 再长期一点 非天爷爷另一个频道 是者让得 会讲讲电视、TVB以外其他题目 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过去订阅 连结就可以看到 今集最后画面的左下角 就可以找到 或者也是这个 今集节目简介里面都有 有的 喂喂喂喂 又讲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者让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 记得订阅 哈啰,我是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 高剧,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今次的车锅足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大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share 即是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拜拜